大家好,我是毛统娃,我在杭州,我在国际大都是杭州,我在逛西湖 这里有个西湖,看到没有,这里有个西湖 我准备去西湖逛一下,看一下西湖景色怎么样 第一次来西湖不是很了解,我们去看一下吧 这里是西湖,路加爆花,很多人可能没有来过 但你看完我的视频就知道西湖长什么样子了,很厉害 这边有一些 这些 荷叶 还有一些莲子 这个离我太远了,不然我可以搞点回去,这离我太远了 这边景色非常漂亮,这边有很多船,有很多山 还有很多楼 果然名不虚传这个西湖,今天光线非常好 我准备这个沿着西湖再多转两圈 OK,我们再多转会吧 这边是一个码头一样的东西 好像是码头,但这个船好像又没法坐轮 不太了解 这边上是有些树 绿化非常好,我们看到西湖的绿化工作是非常好的 给他点个赞 这里好像有些鸟 然后这个鸟,大家看一下这个鸟 这鸟还烫过头,大家看一下这个鸟 烫过头,你敢信 这鸟是什么东西,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看上去非常厉害 不论是 不是很了解,但是看上去很厉害 不论是,不是很了解 但是看上去很厉害 不看到很多人在观鸟 大家对小动物都非常感兴趣 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用镜头把这个鸟给记录下来 总行的人可以看一下这什么鸟 这边有很多船 这边有很多船夫 这里还有一艘很大的船 这里停着一艘像一栋楼一样的船 这里写着船已消毒,可以安全乘坐 我们往前走 这里有一个雕塑 有四个导弹 这是西湖边的一个雕塑 比较不常见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边也有很多鸟 这个是麻雀吗 但是看上去又不是很像 我们不是很了解这是什么鸟 因为麻雀好像是很怕能的 这种鸟不是很怕能 就感觉跟小鸡一样 不知道大家对鸟类有没有研究 有研究了可以帮忙看一下这种鸟 这种小鸟是什么鸟 一点不怕能 在这里以被人为官 没有问题 好的我在这边见到了很多就是不常见的鸟类 但是我在结尾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种我认识的鸟 就这里有个鸽子 我带大家看一下 有个鸽子看到没有 非常大的鸽子 我给它放大 放不了鸽子 鸽子我还是认识的 没什么问题 我们给西湖的绿化生态点个赞 厉害了